好 下我们继续看一下抵押 看第二问题 抵押权顺位的变更 谈到这个点 大家注意呢 适当的停下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条文 说抵押权人与抵押人 他可以吸引变更 抵押权顺位 以及被担保的这些数额等内容 但是呢 抵押权顺位的变更 未经其他抵押权人数面统一 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谈到这个点 我们前面讲到呢 这个变更登记的时候 大家想清楚呢 什么情况下 这个需要办理这个不动产的这个变更登记 像这个抵押担保的范围 主债券数额 债务旅行期限 抵押权顺位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动产权人人 他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 是要变更登记 还是更正登记呢 大家搞清楚 什么叫变更呢 这个变更的话 像他担保的主债券数额 以前登记的是三百万 现在的话改正四百万了 这个申请的是变更登记 但是什么叫更正登记呢 更正登记的话指的是原来写错了 进行更正 要登记的是A的名字 现在的话呢 需要更正成这个B的名字 以前错误 错误的话呢 需要改正 这叫更正 所以这个大家把基本的概念搞清 关键是呢 这个如果顺位发生变更的时候 他如果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统一 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这句话如何理解 咱们上课举个例子 他说黄河公司以及房屋做抵押 先后呢 向甲公司借款一百万 向乙公司借款三百万 向丙银行借款这五百万 并依次办理了抵押登记 这拿房屋拿不动产做抵押的时候 都必须登记 就按照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来清查 就可以 但是后来丙银行与甲银行商店 交换各自 抵押权的顺位 并办理了 变更登记 但银行并不知情 说明并没有经过银行 数面统一 没有经过数面统一 后来黄河公司 无力偿还三件银行到其债务 银行拍卖其房屋 仅得价款六百万 他说根据规定 这六百万怎么去分 他的这个题该如何理解 直接画张图看一下 首先 向甲银行的话借的是一百万 然后呢 向银行借的是三百万 向银行的话呢 借的是五百万 这房子总共卖的是六百万 我们看一下无非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他如果当时没有变更 因为按照抵押登记的向上顺序 甲的话呢 是第一顺位 乙是第二顺位 秉是第三顺位 如果没有变更 根本没有古多事情 那么这六百万呢 肯定是给甲一百万 然后乙的话三百万 剩下二百万给秉就可以 这是如果不变更 怎么去处理 再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如果老大老三 这都是甲跟银 他变更了顺位 如果变更的时候呢 经过银行 书面统一了 如果经过老二 书面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经过一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 谁是老大呢 这会儿银的话是低了 所以这六百万的话呢 需要给银 给银五百万 要剩下一百万 银还是老二 但甲就没抢了 这是如果甲跟饼 交换顺位 经过银统一 这么处理 关键是呢 这个题考的是第三种情况 他变更这个顺位的时候 他没有经过银 书面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能对银产生不利影响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哥俩不搞事情 如果不变更 银的话能分三百万 现在你们变更的话呢 你们俩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但是不能对银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银这块还是三百万 先把三百万固定住 那么剩下三百万给谁呢 毕竟呢 在甲饼内部是有效的 这会儿饼排在前面 所以这饼的话呢 三百万 但是甲的话还是没钱 这是考的第三种情况 所以选什么的话呢 你自己慢慢去看就可以了 但是关于底下数据的变更 把这个题怎么清楚 我想基本就够了 再看第九处考底 是动产的浮动底 注意这个考底 几个信号呢 三个信号 这是大家必须掌握的考底 注意不管是考小题目 还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清楚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动产的浮动底 它指的是呢 经当事人书面写意 必须是书面写意 考虑不算 其一 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生产经济 总之这三个主体 它特征什么呢 都有自己的产品 其一 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生产经济 有自己的产品 因此呢 这三个主体 它可以呢 将现有的 以及这个将有的 拿这个将来的东西 不管生产设备 原材料 办成品 还是产品 做抵押 然后当债务人 玻璃型盗计债务时 这个债权人有权 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 有些收场 这是动产的浮动抵押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盯住 这个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毕竟是动产 要讲浮动抵押 它仅限于动产 既然是动产 就算它将来的动产 这等抵押 所以这个抵押权 还是从抵押合同 生效时设立 如果没有经过登记 只是不能对抗 善业第三人 如果没有经过登记 不能对抗善业第三人 跟一般的动产 说法是一致的 也不用去死背 最关键的问题 在第三条 说动产 这个浮动抵押 即使已经登记 说就算登记了 它也不能对抗 正常进行活动中 以支付 合了加款 并取得 低下财产的买售人 这句话如何理解 这是考综合体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例如 说A这个公司 向这个B银行 需要借八千万 A的话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这个汽车制造厂呢 他生产汽车 但是刚投产 汽车还没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他拿将来 要生产的汽车 拿将来的产品 做抵押 行不行呢 这个可以 那将来的东西 做抵押 没问题 他双方 4月1号 这个签订了书面 抵押合同 比如书面协议 有所有的抵押合同 都必须书面的 然后呢 双方4月10号 这个办理了抵押登记 他做了抵押登记 大家注意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这个抵押合同 何时生效呢 合同是4月1号 成立并生效 这个没有问题 但第二个判断 这个抵押权 何时设立 是1号还是10号呢 又毕竟是呢 动产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抵押权 是从抵押合同 生效直起设立 他设立的时间 是4月1号 从4月1号直起设立的 所以这点搞清 跟登记不登记 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汽车呢 开始逐步的下线了 在5月10号的时候 这个A的话呢 他没有经过B统一 没有经过B统一 将其中一辆汽车 就卖给C了 作家是说卖给C 这个C的话呢 首先 他是呢 已经向C完成了交付 而且C的话呢 这个该付款 已经付款了 然后到了7月1号 这约定还钱的时间 7月1号 A的债务人 这个到期不还B还的钱 站在B的角度 怎么去处理 当时设定抵押的时候 这个产品 是浮动了 说到底 拿哪些汽车 做抵押 他只是说 那将来的汽车 设定抵押的时候 是浮动的 但是呢 说到期不还钱 这种情况下 就叫结晶 这是个化学名词 什么叫结晶呢 当时是浮动的 现在的话 叫结晶 所以这个B银行 赶紧向生产线上跑 把那些汽车 赶紧固定住 这回不能随便动了 因为什么呢 他对这些汽车 肯定是可以行驶 抵押权 这个没问题 关键是呢 对C手头这个汽车 能否行驶抵押权 这行不行 大家需要仔细听 说这个浮动抵押 即使已经登记了 说就算登记了 他4月10号登记 5月10号卖的汽车 真的没有经过B统一 说就算登记 他也不能对抗 正常进行活动中 以支付和这价款 并取得抵押材贷款的买方 又站在C的角度 第一个条件 他是付款了 如果没付款 照样对C手头这个汽车 可行抵押权 他已经付款了 而且该交付交付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并不能对C手头这个汽车 行驶抵押权 这个规定记住 这是讲动产浮动抵押 最特殊的 就是这块 你千万别跟哪块搞混了呢 前面讲善意取得 能不能善意取得的时候 三个条件 第一个 当时善意 然后第二个条件 对价 然后第三呢 是交付 跟是不是付款有关系吗 将善意取得的时候 跟是否付款 没有关系 但是呢 讲到这块的时候 要求是支付了 已经支付合了价款 他必须是已经付款 并且交付 这种情况下 B才不能对抗C 这是动产的浮动抵押 讲到这个问题 咱们驻快10年考过一个多选题 咱们再看一下 他说假公司向银行借款 同意以自己现有的 以及将有的 全部生产设备 原材料 产品 半成品 进行抵押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表示说 正确的 有什么 看选项A 他说假公司 与银行 协商一致时 抵押权设立 然后选B 假公司跟银行协商一致 并达成书面协议时 抵押权设立 AB的话 是因为你仔细看一下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区别在书面协议 因为呢 如果是动产浮动抵押 必须达成书面协议 然后这个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自抵押合同 生效之起设立 因此AB里边 B的说法更准确 选B就可以 但选C 他说该抵押权 非经登记 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如果没有经过登记 那肯定是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然后选D 他说如果第三人 一向假公司 支付了合理价款 已经支付了合理价款 并取得了 这个抵押财产 说该抵押权 不能对抗 该第三人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什么意思呢 说就算他登记了 也不得对抗 正常 经过当中 以支付 合理价款 并取得 抵押财产的买方 这个提醒 BCD就可以 这是浮动抵押 再看第十处考点 最高额抵押 这个考点 半个型号 咱们基础班 稍微讲一下 考前的话 就不用去 自备了 首先 什么叫最高额抵押呢 基本的概念 我们稍微说一下 比如说A这个公司 他需要不断的向B银行借钱 说今天需要借100万 再过两天 还需要借300万 再过几天 需要借700万 老弟借钱 如果每借一次 都需要 说拿这个设备做抵押 然后抵押 乱的话 说干脆怎么做呢 说A 拿一个特别值钱的一个设备 我给你设定什么呢 设定这个最高额抵押 这个最高额 双方可以实现约定 说最高额的话是1000 那么看他这需要琢磨什么呢 前面讲那个动产的浮动抵押的时候 讲浮动抵押 他指的是抵押权设立的时候 那个抵押财产 尚未特定 事后需要结晶 但是这个最高额抵押呢 他指的是抵押权设立的时候 这个债权额 尚未确定 事后需要结晶 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是设备最高担保1000万 最后你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A公司向B行行 最终借钱借的是多少 最后一算账 如果借的是700万 那么这个设备 他担保的是700万 就可以 但如果最终借钱 借的是1400万 这个设备担保的是多少呢 担保的是1000万 这是最高额 我最高 最高担保的是1000万 就可以 这是最高额 抵押 基本的概念 再看第二问题 什么情况下 这个债权需要结晶呢 需要确定呢 注意这个问题 毕竟有可能考多选题 在大家适当的准备下 第一 是约定的 这个确定期间 借满 他说好的 就看最近四个月 到底借多少钱 约定前借满 需要结晶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 如果没有约定债权 确定期间 或者约定不明确 抵押权人 或者抵押人 自最高抵押权 设立之起 自设立之起呢 这个两年之后 请就确定 债权 是从设立之起的两年 再看第三种情况 是新的债权 不可能发生 然后第四 是抵押财产 被产封扣押 然后第五条 是债务人 或者抵押人 被宣告破产 或者被扯销 是那个债务人 指的是A A的话 像B行老借钱 A的话 拿这个设备 它设定了最高抵押 或者是呢 说C的话 拿它的设备 设定最高抵押 是债务人 或者是抵押人 被依法相够破产 或者被撤销 然后第六 是法律规定的 确定债权的其他情形 这点考多选题的时候 最终需要盯住什么呢 这个两年的时间 是从那个抵押权 设立之起 那么 这个满两年后 请就确定债权 这是可以 再看第三 说最高抵押担保的债权 债权在确定之前 这个抵押权人 与抵押人 它可以通过协议 变更 债权确定的期间 债权范围 以及最高债权额 它是可以 协议变更 但是呢 变更的内容 这个不得对其他 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看到这 就走不了 老师给讲个例子呗 什么意思 首先他们注快 要考判断题吗 不考 然后这个条文的话呢 会考综合题吗 可能性很小 说就算考了 谁最累呢 出的老师最累 你说防守一方 你防守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协议变更 但是不得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 什么叫产生不利影响呢 咱们前面讲过一个 抵押权顺位的变更的问题 那个例子你会了 这个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们写轻衣的话题 去变这个例子 上课为什么不讲 意义不太大 这是讲到这儿了 这个抵押的问题 就讲完了 好下来看 第八单元 是治权 咱们就讲两个考底 第一个是治权 核实设立 然后第二的话 讲治权人相关的规定 这样第一 这个治权核实设立呢 大家需要区分 前面我们讲抵押的时候 因为抵押的话 是不转移战友 因此呢 不管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 都可以做抵押 除了这个动产不动产 实际上还有什么呢 像那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以及这个荒地的 荒地的这个土地承包 精权 那么这些权力 能抵押吗 是可以抵押 当然讲质押的时候 质押的话 首先 他需要交付啊 拿自己的儿子出制 需要将儿子交给对方 因此呢 将质押的时候 仅限于动产 不动产的话 肯定不行 你不动产没法交付啊 抱着大牢去 你根本抱不动啊 然后第二是权力质押 那么将权力质押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只有特定的权力 才可以质押 注意哪些权力呢 咱们后边会讲 第一个的话是 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仓单 体单 存单 这些权力 他可以质押 然后第二的话 基金份额和股权 第三的话呢 是知识产权 第四是应收账款 这四项权力 是可以质押 然后这个建设用地 使用权 他是可以抵押 能质押吗 这个不行 大家记住四个字 是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只有这四项权力 他可以质押 像荒帝的土地成为精权 他是可以抵押 但并不质押 不能质押 然后知识产权呢 知识产权的话 他是可以质押 能抵押吗 这个不行 物权法定 所以这个大家必须搞清楚 像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荒帝的土地贸精权 这两个抵押是可以 但是不能质押 就这个问题呢 放一块 给你考单选 或者多选题的话 大家必须分清 大方向搞定之后 先让我们看一下 那动产座质押的时候 治权 何时设立呢 是交付式设立 咱们讲过七八遍了 然后第二是权力 质押 那么权力质押的话呢 如何设立 先看一下 这个证券权力 这是一个广义的证券 指的是什么呢 是三票 三票 汇票 本票 支票 然后债券 还有这个三个单 存单 仓单 提单 以这些出制的时候 这个治权 自交付式设立 如果没有权力凭证的时候 自登记式设立 对这个问题 这是靠你单选题的时候 定入先后顺序 正常情况 交付式设立 如果没有权力凭证的时候 只能是出自登记式设立 咱们第二个权力 基金份额和股权 那么这个时候是肯定是登记式设立 关键登记部门是什么 它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拿基金份额 或者拿证券登记 阶段机构 登记的股权 出制的时候 它是找证券登记 阶段机构 办理出着登记式设立 是办好登记式设立 但第二层次 拿这个其他股权 出制的时候 肯定是登记式设立 登记部门是什么呢 找工商部门 去登记 就可以 所以看到这 大家也需要分清 拿上市公司的股权 出制的时候 找证券登记 阶段机构 去登记 那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出制的时候 就拿一个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权 出制的时候 找工商机关 去登记 就可以 然后第三是知识产权 那肯定是需要登记式设立 这个登记部门是什么呢 像有关主管部门 办理出了登记式设立 然后第四是应收账款 是登记式设立 这个登记部门 是什么呢 这块有个登记部门 是呢 是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 这是应收账款 质押的一个登记机构 那么哪些应收账款 它可以 这个处置 包括五条 那么这五条 大家注意拿红笔 画一下 两个信号 它可以考多选题 这个需要仔细走谓一下 哪些应收账款 它可以质押 第一是销售 产生的债权 包括销售户 销售呢 什么水电器 这些的话销售 产生的债权 然后第二是出租 出租的话产生的债权 像这个出租动产 出租不动产 第三是提供服务 产生的债权 第四是公路 桥梁 隧道 渡口 等不动产的收费权 然后第五是提供贷款 或其他信用产的债权 这些应收账款 都可以出租 进行质押 画完之后 的确可以考多选题 但是我想说明年的话呢 这个教材可能就会进行调整 实际上这一块 有个更新的规定 但这个规定 出题是没问题的 照样可以考多选题 然后看一下表 三到三 这个表帮你总结了一下什么呢 整个物权变动 这个登记 登记的话呢 它的地位问题 这个怎么去处理 我们一块块的手工画一下 首先对这个动产来说 这么处理 动产的话需要盯住呢 三个层次 第一个 动产的所有权 将所有权的话 需要区分 如果是一般的动产 就买卖冰棍 冰棍的话 跟登记有关系吗 它的冰棍的所有权 就是交付式生效 交付生效 跟登记不登记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但是呢 如果买卖的是车 船 或者是飞机 船就不写了 太难写 车船飞机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所有权 还是交付式生效 交付生效 但是登记不登记呢 它起一个对抗作用 如果没有登记的时候 是不能对抗 善业第三人 这车船飞机的话呢 该怎么处理 但第二个 那动产的话 如果做质押 该怎么处理 动产质押 叫俩字 是交付 就是交付式设立 跟登记不登记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然后第三 那动产座抵押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动产座抵押 这个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是从合同 生效之起设立 合同生效之起设立 但是登记不登记呢 它起个什么作用呢 登记不登记 起个对抗作用 如果未经登记的 不能对抗 善业第三人 还用再去例子呢 不用了 这是关于 动产物权变动 再看一下不动产 对不动产来说 大家需要分析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如果是 这个动产的买卖 就不动产的买卖 或者是抵押 又不动产 他们的质押 买卖跟抵押的问题 不管是房屋 还是建设永滴使用权 它的买卖抵押 这块是必须登记的 登记才能生效 这是基于法律行为 基于法律行为的话呢 买卖抵押 是登记生效 再看第二层次 什么情况下 是登记对抗呢 前面讲的是登记生效 注意登记对抗的话呢 它包括两个 特殊的 第一个是 土地承包 精权 是从那个土地承包 精权合同 生效史设立 登记不登记 只起一个对抗作用 就是那个土地承包 精权 然后第二个呢 特殊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第一权 这个第一权 核实设立呢 是从地圈合同 生效史设立 登记不登记呢 它只起了对抗作用 没有登记 不能对抗 是第三人 然后第三个层次呢 我们讲的是特殊的 几个问题 例如 如果是因为继承 再第二个的话呢 是关于 这个合法建造 然后第三个 是关于人民法院的判决 那么这三种情况 共同特征什么呢 它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无情变动 合法建造 是基于事实行为 那么继承的话呢 是根据法律规定 人民法院的判决 这些的话 怎么去处理 首先 它当时需要登记吗 当时是不需要登记的 它那继承 就当继承开始时 发生物权变多 当时不需要登记 但事后 它处分的时候 处分的话 必须经过登记 咱们说过 还是希望经过两次登记 才可以 这是对不动产来说 该怎么处理 然后第三个层次 对这个权力 权力的话 该怎么去处理呢 四项权力 它可以质押 然后这个治权 核实设立呢 注意有三个是登记时 生效 登记生效 包括什么呢 股权 知识产权 有所账款 这三个肯定是登记生效 关键是那个证券那块 怎么处理 就是那个三个票据 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然后三个单 仓单 存单 体单 那这些怎么去处理呢 它严格的想要顺序 先看如果有权力凭证了 那就是交付时 如果没有权力凭证的时候 才是登记时设立的 这个想要顺序 大家搞清楚 这是关于这个登记 在物权变动中 它的地位问题 这个表大家必须怎么清楚 师傅听懂了 咱们就用例子看一下 现在第一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物权变动中 以登记为变动要件的什么 登记是变动要件 也就是说 哪个是登记生效 看选A 他说甲公司 将一副土地的 建设云地使用权 转让给乙公司 这个土地使用权 它的转让 转让的话 是必须登记生效 再按选B 他说甲公司和乙公司 之间定立合同 在甲的土地上 设定第一权 第一权的话 何时设立呢 是从第一权合同 生效之计设立 登记不登记 只起个对抗作用 登记对抗 这块不是登记生效 B的话不能选 再选C 他甲公司 将一架飞机的所有权 转给乙公司 转让的是飞机 飞机的话呢 动产的买卖 但这是特殊动产 车船飞机 是交付生效 登记只起个对抗作用 C的话不能选 他选D 说自然丙将就继承的房屋 他转让个丁 说该房屋上登记在他去世的父亲名下 在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个点进攻的是什么呢 首先在继承那个环节 站在丙的角度 他何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呢 就当继承开始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当时不效登记 但这个题进攻的是呢 继承之后 如果转让给丁 他转让的话 这块可是法律行为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选变动 指的是当时不需要登记 事后处分的时候呢 需要经过两次登记 第一次的话呢 将他父亲的名字 先改成丙的名字 然后第二次呢 将丙的名字再改成丁的名字 那肯定需要登记 在这个题的话 选A跟D就可以 这是第一题 好想看第二题 跟你规定下来情况中 这个不发生标的物 所有权转移的什么 什么情况下 所有权不转移 看选A 加伟特以保管 名贵字画一幅 以交付 保管 保管的话会发生 所有权转移吗 这是小学语文的基本功 在这一块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话呢 把A给选上 然后看选C 甲赠同以手机一步赠送 并且以交付 这个赠与的话 这种情况下 那肯定自交付之起 这个转移了所有权 C的话不能选 然后选D 说甲将自己的汽车出租个E 出租的话呢 以交付 出租会发生 所有权变动吗 这不用多说了 这个肯定不发生 所以这个 把D给选上 关键是第二个选项 B 他说甲借个E 现金100块钱 以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处理 如果是货币的交付问题 咱们再举个例子看一下 画上图 说甲 将现金的话呢 借个E 他说如果双方 4月1号 签的合同 然后4月10号呢 这个甲 将100万的钢棒 或者是钞票 总之将货币的话呢 这个交付给E 交付的时间是4月10号 大家需要搞清 站在E的角度 他自交付之起 他要取得这个货币的所有权 他是取得货币的 这个所有权 这个所有权归于谁所有呢 归以所有 但站在甲的角度呢 甲对E的话 是享有债权 享有债权的话 指的是事后 你需要还我100万 但你还的话 可以还100万的钢棒 100万的钞票 这个没问题 甲对E只是享有债权 他并不是说 请求返还原物 你返还我这 这些钢棒的所有权 是吗 并不是 因此呢 自交付之起 就转移货币的所有权 甲对E只是享有一个债权 大家把这个问题考清楚 因此呢 对选项B来说 他的这个所有权 已经发生 这个转移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问哪个不转移 把BC排除 选A跟D就可以 但第三题 根据规定 他以下来权力出之时 这个治权 则交付是设立的什么 那个权力 权力的话呢 什么情况交付是设立呢 就是那个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倉单 提单 存单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就可以 这是第三题 好笑话看一下 第二处考点 治权人 讲治权人的话 这处考点 两个信号 稍微注一下就可以 注意我们讲什么呢 讲一个对职务处分的限制 处分的问题 什么意思 直接画上土 你记住两字 就可以了 A的话呢 向B借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他如果这个A 如果拿一个股权 这个处置 或者呢 拿这个专利权处置 或拿这个应售账款处置 总之 拿这些权力 做质押的时候 拿权力做质押 处置之后 那么站在B的角度呢 我们看一下 他对治权人 他的权力是什么 他如果A A的话呢 想转让 将这个股权 专利权 如果想转让给C 就必须经过 经过B统一 才可以 所以这俩字就是 统一 如果他出置之后 质押给B了 你时候想转让 就必须经过B统一 就可以啊 所以这块不用多管 咱第二个 是治权人 他的这个保管义务 讲保管义务的话呢 大家需要区分什么呢 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 他如果保管不善 首先 我把东西处置 处置的话交给你 需要交付啊 交付需要妥善保管 如果保管不善 已经致使这个财产 发生灰色灭失的 都出事了 已经出事了 发生灰色灭失 这种情况下呢 是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层次 他如果治权的行为 他可能致使 这家财产 灰色灭失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出置人 他可要求治权人 将这家财产提存 或者要求什么呢 提前请向债务 并返还 这家财产 他这两种情况 大家搞清楚 什么意思呢 说A A的话 向B 借一项块钱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这个借款的时间 是从4月1号到7月1号 A的话呢 拿自己的一头牛 特别喜欢那头 心爱的一头牛 这个质押杆B 质押杆B的话呢 那肯定得交付啊 说4月10号 将牛交付给B了 站在B的角度 需要妥善保管这个牛 你不能让牛飞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因为保管不善 这头牛 已经发生 灰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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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已经被龙卷风吹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 A 让B赔偿损失 这是可以 再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个B的话呢 不好好保管 这个牛的话也不拴着 就搁在室外 随便跑 这就有可能发生 灰色灰色 在这种情况下 谁着急呢 A着急 因此 A的话 可以要求B 说这个牛 你自己不好看 将牛的话 提存 比如说 公众机关 这个提存 妥善保管 或者说 不用那么复杂了 干脆什么呢 我提前清偿债务 提前清偿 提前清偿的话 你把牛赶紧给我 你不喜欢 我还喜欢 这就是 这两种情况 大家准确区分就可以 基础般 听过一遍 这拿大红笔时间 画什么呢 真的没什么可画 让他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 贾乡以借款 为担保债务旅行 将来汽车 出这个倚 倚不慎 将汽车损坏 已经损坏了 根据规定 哪个表书是正确的 既然已经损坏 俩字 赔偿 是请求 这个赔偿损失 就假有权要求倚 赔偿损失 立即赔偿损失 或者什么呢 到期还钱的时候 少还点钱 抵消 这是可以 所以这个提选C就可以 这是关于 这个 妥善保管的义务 再按第三 他出制人 可以请求治权人 在债务旅行期限 戒满后 及时行使这个治权 如果他不行使的 出制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拍卖变卖 这样财产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呢 像B 借了10块钱 A是债务人 然后借款的时间 就是4月1号 到4月10号 就10天 A的话呢 拿一个冰棍 做治杨 冰棍做治杨 需要交给B 然后这个B呢 需要妥善保管 这个冰棍 如果你不好保管 天一天天热了 冰棍慢慢就化了 他如果到了4月10号 就算A不还钱 这种情况下呢 A可以请求B什么呢 需要及时的 及时的行使 这个治权 该拍卖 拍卖 如果不及时行使 这个A 就会要求B什么呢 就可以请求法院 干净拍卖变卖 这个财产 否则你再不及时行使 冰棍就没了 冰棍棍都快找不着了 再问第四点 说主债务人 以自己的财产处置 他如果治权人放弃 该治权的 这个其他担保人 在治权人丧失 优先受伤权益的范围内 免除担保责任 但其他担保人承诺 仍然提供担保的处案 这点如何理解 直接画张图 实际上这个点 不管是抵押还是质押 规定是一样的 比如 说A的话呢 这个向B借100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A拿自己的设备 他设定抵押 或者是质押 然后C的话呢 他拿厂房 设定抵押 总之需要盯住什么 同一个债权 有两个 就有两个误保 但是呢 第一个是由主债务人提供 A是主债务人 C肯定是次债务人 由主次之分 A作为债务人 到期不还钱 站在B的角度 直接找C 行不行 不行 既然由主次之分 先主后次 优先将A的设备 拍卖变卖 如果设备卖了40万 对部组的60万 B可以找C 这个没问题 先主后次 关键问题是 应当 这个先主后次 但如果这个 这个B的话呢 他放弃了 放弃的是主债务人 提供的物的担保 把这个设备放弃了 直接找C 要100万 让C成了100万的担保责任 C同意吗 不同意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放弃 不放弃的话 这个设备可以卖40万 现在你放弃了 你放弃多少 C的担保责任 就减轻多少 你能免除40万 C的话 只需要穿了60万的担保责任 就可以 放弃多少 C就减轻多少 除非这个C 傻乎乎的 主动承诺 说你放弃之后 他说咱讲义气 我还算这100万承担责任 他都讲义气 你就别较劲了 跟考试无关 这是关于这个质押的问题 再问第九个单元 刘志全 刘志全的话呢 三处考得 但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是刘志全 他的成立要尽 什么情况下会成立刘志全 什么叫刘志全呢 直接举个例子就可以 说A的话 跟B直接签订 保管合同 说A的话呢 将1000万的货 交给B保管 谈到支付保管费 A向B呢 支付10万的保管费 因此谈到10万 支付10万的保管费 A的话是债无人 B的话是债权人 说好的是4月1号 需要支付10万的保管费 如果A不支付10万的保管费 站在B的角度 着急吗 不着急 因为什么呢 你差我10万的保管费 但你1000万的货 在我手中 我给你留置就可以 什么叫留置权 这留置权是法定的担保物权 法定的担保物权 第二个 留置权 成立要尽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 行使留置权 第一个条件 它是必须 合法占有 是合法占有 如果是先侵权 那不行 是合法占有 占有的是动产 这块不包括不动产 所以看到这你发现 这个建设 工程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说就算我不给你 工程价款 能行使留置权吗 不行 因为那是不动产 只有这个动产 才是行使留置权 但必须是合法占有 比如前面 你不给我10万的保管费 我留置1000万的保管物 因为对这个保管物 是合法占有 如果非法占有 那不行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呢 欠B10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欠B10万 然后这个B的话 派人将A的汽车 强行拉过来 只要你不给我10万 我就给你汽车留置 那行吗 你强行拉过来 的是合法占有吗 这个不行 再第二条件 这个债权 以借清长期 就是你的债权要到期了 才可以 如果债权没到期 咱们去处理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还是A 跟B之间 签的是保管合同 A将1000万的货 让B保管 双方约定什么呢 说4月1号 A的话过来提货 这是提货的时间 是4月1号 但是呢 这个支付保管费的时间呢 是4月10号 货提早之后 10天 你可以去卖 4月10号的话呢 再支付 支付这个10万的保管费 就可以 当然问题是呢 如果4月1号 4月1号 A过来提货的时候 这个B的话呢 就准备行使留置权 行不行 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B那个债权 它能支付10万的保管费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你的债权到期了吗 你的债权是4月10号才到期 所以这种情况是 不能行使留置权 除非 除非什么呢 除非 B有证据证明 有证据证明的 说A到期 不会履行债务 有证据的话 可以提前 行使留置权 如果没有证据 你的债权 如果没到期 是不能行使留置权 然后第三个条件 是动产的占有 与债权 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 才可以 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 必须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吗 但是 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正常情况 它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例如 A跟B直接 他签订了 这个保管合同 A将一千万的货 交给B保管 然后呢 A向B支付10万的保管费 如果到期不支付保管费 B的话 就可以将货留置 就是说 你这个 留置的这个动产 与这个10万的债权 它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都针对什么呢 针对的是同一个保管合同 你不够保管费 我就留置你的保管物 这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没问题 但如果双方都是企业的 这四个字的话 写一下 企业之间 说明如果都是企业的话呢 就算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照样可以行使留置权 什么意思呢 A 首先A企业跟B企业 都是企业 如果A的话 签B 100万的这个货款 这个货款的话 当时是买卖冰棍的时候 A签B 100万的货款 A是债无人 B的话债全人 然后A的话 有一个设备 有一个呢 这个生产爆米花的设备 正好在B的修理 这个设备在B手中 让B修理 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B的角度 他说你不给我 十万的冰棍的那货款 我就将你这个设备留置 行不行 买卖冰棍 修理设备 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但是呢 既然双方都是企业 都是企业的话 就算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他照样 可以行使留置权 这点你还需要清楚 但如果说都是个人 或者一方是个人呢 就必须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咱们几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情况中 甲先有留置权的是什么 还选A 他说甲未已修理汽车 与据付修理费 但以前的提车时 甲将该汽车扣了 你差我的修理费 差汽车的修理费 将汽车扭置 在这个可以行使扭置权 再按选B 他说甲未了迫使饼 偿还欠款 强行将饼的辆汽车拉走 这块你是合法占有吗 不行 然后看选C 说甲未丁 有偿保管某物 保管期满 丁取走保管物 却未付保管费 于是甲谎称丁 去到的保管物有物 要求丁送回挑换 带丁送回该物 甲及预扣柳 要求丁支付保管费 三国看多了 你这招也太厉害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合法占有吗 不是合法占有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也不能行使 刘志全 再按选B 他说甲为了确保 对物的一项未到欺债权 能够顺利实现扣留 物交去保管的某不还 你的债权未到期 不能行使刘志全 除非什么呢 你有证据能证明 债务人到期 不会履行债务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呢 债权没到期 不能提前行使刘志全 可这个题的话 选A就可以 再按第二个问题 刘志全的性质 这是半个型号 首先这个刘志全的话呢 它是法定的担保物权 法定的权利 什么意思 例如 他说A 欠B 100万 A的话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B让你提供担保 A的话呢 拿一套牛 设定担保 但这牛的话 到底是抵押 还是质押 双方需要事先 签什么呢 签抵押合同 签质押合同 所以到底是抵押 还是质押 这是一个约定的权利 抵押权跟质权 是约定的权利 但是呢 刘志全呢 是法定的权利 法定的权利 所以谈不上 刘志全合同 这点搞清楚 但是呢 他说当时 可以通过合同约定 来事先排除 刘志全的适用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合同约定 是哪个合同啊 例如A跟B之间 他签订的是 这个保管合同 双方事先约定 A的话呢 将一千万的货 交给B保管 A的话 在4月1号之前 需要向B 交付10万的保管费 双方同时约定 在保管合同中 事先约定 说就算我到期 不支付保管费 你也不能行事留置权 可以我不忍 你不能不义 有这个约定的话 这是可以 但第二点 留置权的担保范围 它不仅仅局限于 这个合同关系 实际上 只要企业之间留置 企业之间的话呢 它可以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所以不管是买卖合同 保管合同 运输合同等等 它都可以产生留置权 除了这个合同关系 那么其他的法律关系 像不当得利 无应管理等等 也可以产生留置权 什么叫不当得利 无应管理 在后面讲破产 会讲 这点先放一放 第三个考点 是抵押权 治权和留置权的效率等级 这处考点是三个型号 大家这两个问题 第一点 说同意动产之上 以设立抵押权或者治权 该动产又被留置的 是有些呢 说这个设备 既抵押 又被留置了 是有些 那肯定是留置权 有些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留置权 是法定的担保物权 但第二条 他说同意财产 法定登记的抵押权 与治权并存时 抵押权人 优先与治权人受查 然后这个治权 与未登记抵押权并存时 治权人优先受查 所以念半天有意思吗 听懂了吗 没有 直接看这个图 也就是说 同一个动产被折挡 折挡的话呢 肖分清 这个留置权 是最先清场的 他排第一 排第二的是什么呢 是法定登记的 这个抵押权 然后第三的话 是治权 第四 是未经登记的 这个抵押权 未经登记的抵押权 这是这个 先后顺序问题 大家搞清楚 就可以 但是咱们筑块考试中 一般考的什么呢 例如 说这个甲 像A的话呢 这个借一百万 甲是债务人 A的话是债权人 甲拿这个设备 他设定了 这个抵押 设定抵押 但是呢 东产座抵押 抵押不转移占有 双方呢 只是4月1号 签订了书面抵押合同 但是并没有办理 这个抵押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A的抵押权 设立了吗 那东产座抵押的时候 抵押权 是从抵押合同 生效之起 设立 抵押权设立了 是从4月1号设立 然后这个 因为设备不转业占有 甲公司 在使用这个设备过程中 这个设备呢 出现问题 让B的话去修理 需要支付10万的修理费 如果不向B支付10万的修理费 站在B的角度呢 它对这个设备 就可以行使留置权 现在问题是呢 这个甲到期不换A的钱 然后设备又被B留置 站在AB的角度 谁优先呢 同一个动产 即抵押 又被留置了 到这种情况下 是留置权 它是优先于 这个抵押权 所以这个基本的问题 大家搞清楚就可以 那么讲到这儿了 第三章就讲完了 第三章的话呢 实际上上课 咱们讲的比较慢 考点比较多 大多数考点 大家需要准确理解 真正需要死境背的 无非是几个数字 那几个数字的话 加一块呢 也没超过10个数字 例如讲到呢 这个一登记的时候 一登记是15天不起诉 一登记就失效 讲这个预告登记的时候 是自能够办理登记值起 三个月不登记就失效 那么这个时间需要搞清楚 第二章时间是讲到呢 按份共有 按份共有的话 它对外转让这个份额的时候 有个优先权 优先权这个行使的这个时间 行使时间的话 咱们专门讲过 要看有没有通知 有通知了 怎么办 有通知的话 要盯住什么呢 在通知中 是否载明 优先权 行使期间 如果载明的是 38天 就是38天 如果载明的是13天呢 也就是说 如果它不足15天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按照15天去处理 这是有通知 如果没有通知呢 没通知的情况下 要看呢 是其他安法官知道 知道那个通等条件的15天 如果没有通知 也不知道通等条件 是全数变更之期 这个六个月 这几个时间搞清 这是优先权行使的时间 但前提的话 是相看事先 有没有约定 没约定的时候 看有没有通知 在这个时间的话 这几个数字 要搞清 那么下方还有个时间呢 是讲到这个最高额 最高额抵押的时候 那么这个债权何时确定呢 是从那个最高额抵押权 设立 之起 这个满两年之后 满两年的时间 需要搞清楚 我想这块呢 真正效备的数字 当然还有一个 老师还有个数字没讲啊 按份共有 如果是处分 或者重大修缮 那会儿有个相看约定 没约定的时候呢 有个大于等于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话 我想这个说梦话都会说 应该差不多 所以这第三章数字的话呢 并不太多 那么其他考点 其他考点的话 咱就摆着说了 你自己的话呢 可以快速的迅速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PPT 比如看PPT的时候 有些问题 说同一个动产 既被抵押 又被留置 哪个优先呢 马上反映到 因为留置权是法定的担保物权 肯定是留置权优先 一看会了 这是PPT就删掉 跟那基本常识一致 然后那动产座抵押的时候 抵押权和设立 那动产座质押的时候 质权和设立 这块一看 哎呀老师我很熟了 PPT删掉就可以 所以这块这个书呢 真正的话 你回头再看 例如什么叫 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 针对的是什么呢 针对的是 无权处分 所以如果有权处分 按照正常的 无权变动规则 如果是无权处分 他的双胞胎兄弟 叫善意取得 然后能不能善意取得 那几个条件 是什么 善意 合理对价 该交付交付 该登记登记 这些问题我想呢 第一次听基础版 比较头疼 事后的话 我想听过一遍 跟基本常是一致的 所以第三章呢 相对来说 实际浮现难度 并不是特别大 整个课件的话 也不用看第二遍 你把PPT呢 再迅速浏览一遍 可能就差不多了 好讲到这儿了 第三章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好看 好看 好看